YOO 我是阿翔 从前几年崩坏3到如今的元神 我相信即使你不是一个手游玩家 你也一定玩过或者听过米哈游的游戏 那么到底米哈游有哪些游戏呢 本期视频就简单概括一下吧 当然啦 你们可以把最喜欢的米哈游游戏打在公屏上哦 让我看看大家都喜欢哪几款啊 米哈游这家公司是建立于2011年的 不过在当年也只有几个大学生 当然啦 在米哈游诞生之前呢 算死人就已经开发过一款Black Hill网页游戏了 虽然可玩性并不高啊 但这也是罪恶一生开始的地方了 接下来就和其他几位创始人建立了米哈游 他们团队也在大学生涯 推出了他们第一款手游 Find me to the moon 小的妈的 你真的不是奇亚娜吗 很明显啊 虽然剧情和玩法上 相比于崩化系列来说 不能说一模一样吧 只能说毫不相干 但是他确实让奇亚娜的造型第一次出现在游戏里啊 2012年梦开始的地方 崩坏雪月 DNA在动了 在动了 这款游戏的玩法就是2D的横版射击游戏 一直刷图一直刷装备 然后一直刷一直刷 而且Q版的动漫画风也让当时的玩家很是喜欢啊 2014年崩坏雪月第二作 虽然这款游戏大致玩法和第一代差不多啊 但是在第一代的基础上加入了非常多的可控角色 和一些世界boss啊 然后最重要的是 加入了扭荡系统 也就是现在的抽卡系统啊 真正的万恶之源 但是抛去其他玩梗不说 崩坏雪月二也确实推动了国产二次元首游热潮到来 然后下一年 2015年 推出了崩坏三漫画 这部漫画虽然没有校园两字啊 但是它确实是延续了崩坏校园二的主线剧情啊 这里就有人说了 你这不是游戏发展史吗 怎么扯到漫画来了 别急啊 2016年10月 同名漫画 崩坏三正式上市 全体起立 我就不说其他的 2016年你在手机上看到这个画质 这波怎么说 我料一亿了呀 在当年 我说这个画质是国产手游最好之一 也相信没有多少人可以反驳吧 而且它还不是单单有画质啊 因为它甚至还跳出了舒适圈 是的 正如视频可见 它是一款动作手游 其打击感一点都不弱 是真的很强啊 而且作为崩坏系列的第三作 虽然是2016年的作品 但即使翻到现在 也有非常庞大的玩家数量 这里问一下 还在玩崩坏三的可以抠个一 以前玩过的可以抠个二哦 一世相遇 景享美味 奔山有船 而到了2020年 一共是有两款游戏公册 一款是推理作品 规定世界部 而另一款游戏 再次起立 原神 真的 其实我真的无需多说 原神在现在的市场能够成功 靠的不完全是运气啊 在这款游戏里 其实你们也能看出米哈游的野心 原神的跨平台同步以及联机功能 可以实现安卓 iOS以及PC设备上 同步自己的所有游戏数据 而且还支持超多的语言啊 就目前游戏玩法的基本架构 本身已经很完善了 所以只要后续能长期稳定的保障内容更新 我相信原神还可以再账很久的 但是你说 原神它有缺点吗 有 而且还不少 但是原神它是一款好游戏吗 至少它在我眼里 它确实让我第一次喜欢上玩一款手游 是的 和很多人讲的一样 原神的确不是一款完美的游戏 而且你说它是网游吗 其实我更感觉它是一款单机 因为我终于不用磕金去为了那一点战力 终于不用怕打不过其他玩家而磕金 所以我觉得对于某些产商来说 我觉得这一波原神真的很有良心的 只要这里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米哈游的瓜啊 它的原话是2030年 打造出全球10亿人愿意生活在其中的虚拟世界 反正作为一个普通玩家 我也不管它是不是真的 虽然我也很期待啊 但还是很客套的那句话 米哈游 加油